新竹市人口9月底前可突破44万人 市府举办猜谜及留言分享抽好礼活动 图市府提供分享 新竹市人口渴望在月底前突破44万人 数字显示封城是一座女多于男的城市 且多了5397人 新竹市的人口数以达到439,900多人 市政府举办庆祝 新竹市人口突破44万猜谜及留言分享抽好礼活动 欢迎市民参加 市府的数据显示 至8月底新竹市的女性有22万2572人 男性有21万7175人 男性比率49%38%女性50%61% 人口最多的区域是寒竹科 在内的东区达211673人 女比男多3359人 其次是北区15391人 女比男多3305人 三个行政区中香山区人口最少只有77683人 且唯一男多与女多了1267人 市长林志坚表示 新竹市平均年龄全国最低 出生率也名列前茅 不但拥有较安定的就业机会 儿童城市定位也让市民有感 更推出神域津贴 第一胎补助15000元 第二胎其每胎增加5000元 双胞胎补助5万元 三胞胎以上或第二次以上双胞胎 最高补助10万元 民政处长张立可表示 是否为庆祝人口数即将突破44万人 将于新竹市新鲜市粉丝专业 HTTPS www.consing to new 举办二波赠奖活动 第一波自9月15日起至9月24日止 第二波自9月25日起至10月1日止 市府将抽出15名幸运者赠送礼品